氣象時間帶你來看到 這兩天週收二日 全台各地高溫有機會上看30-32度 所以外出要多多補充水分 目前您看到的就是會在桃園石門水庫的即時以上 一早山區有一些雲霧也是在慢慢準備要退去了 陽光要露臉 而今天在中午之後 有一些地方會有局部的雨勢 是哪裡有可能會下雨呢 我們接著帶你一起來關心 透過衛星雲圖要來看到 主要是今天會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會這樣子來掠過台灣的北部還有東方海面 那您看到目前就是這一道 稍微比較微弱 在接近當中 但是整體來說影響是不會太大的 但是會造成北部還有東半部天氣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午後熱對流發展會比較明顯 預計是各地的山區雲層會變厚 到了下午呢 北部還有東半部山區地區 可能就會有午後雷震雨 或是局部短暫雨式的機會 下午出門的話要多加留意 那我們透過第一張障影圖來看一下 目前的雨區的預測 看到呢其實最左邊這張圖 是今天上午8點到下午2點左右 還沒有什麼雨勢下來 但是看到了從下午2點到晚上8點 這張圖包括是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還有在中南部山區的地方 開始陸陸續續會有局部的短震雷震雨 尤其山區要盛防會有攤防以及落石 而未到的金門馬祖今天一整天都有局部短暫雨 甚至是雷雨的狀況出現 不過看到到了明天就會轉乾 至於在中南部這邊今天明天這兩天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大多是高溫還有多雲鬥晴的天氣 像這樣高溫天氣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持續到下個禮拜二 就來看到這其實是後天的地面天氣圖 主要是因為接下來會有道封面 在這裡慢慢的要來接近了 預計是到下週二的時候會來通過 屆時包括是台灣的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降雨機會都會增加 而下週三東北風會稍稍增強 在高溫的部分會略為下降4到5度 比方說這高溫可能會從30度變成26度 像這樣的狀況 不過只有影響禮拜三一天 等到下週四溫度又會再回升了 那透其實溫度來看一下 目前戶外的溫度狀況 今天呢各地的低溫落在21到24度 但是天啊 現在在本島地區都已經是來到23度以上了 包括是台北 宜蘭 花蓮 新竹 還有整個中部地區 都是已經差不多是在23 24度以上 那台南 高雄可以來到25度 而離島部分除了馬祖 現在還是20度以下 金門 澎湖都可以來到21度以上了 而今天白天之後變得更加暖熱 北部和東半部高溫有機會來到28 30度 中南部則是有可能會上旱到32度 尤其是南部近山區的部分 就感受可能還會再更熱一點 中午前後是溫暖偏熱 外出要注意防曬 多補充水分 幾乎氣象的小丁丁帶你來看到 今天北部 東北部 東半部整個還有山區 午後可能會有局部的雷震雨情形 至於其他地區這兩天外出天氣熱 要做好防曬 多補充水分 不過因為目前其實風場是吹南風的 所以在西半部空氣品質還是比較差 另外外斗地區清晨會有霧 行車要多注意 也要留意航班的狀況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來做參考